就昨天造谣什么成都大规模拆迁 有人一跃报复等等这种信息的都被罵了 四个人被行政处罚 说到成都大拆迁 广东一腔外多家企业 奔四川大转移大迁移 都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这里边成鱼概念谷 我不知道谁编出来的这个情节 二一下火了 成鱼概念谷集体旁边 华西证券四川双拿 四川金顶 重庆钢铁 就是重庆港等等二多只股票 那是涨平一次一次的涨平 都是非常猛的 就在这个谣言的鼓噪之下 结果昨天抓人了 四川大转移的这方面的说法 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的文字 政府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动员 安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静 所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 坦业向西部转移 2010年就开始提了 那时候总理是谁还温家宝 温时期就开始提了 结果这15年下来 根本没用 这时有一些企业搬去了 结果呢 被坑的是 倾家荡产 血本无归 那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 笨哪 人家是笨东班亚转呢 越南都吃不下来了 现在印尼 马来西亚 现在都是不错的地方 现在顶着雷 很多人笨菲律宾跑 菲律宾和中国都已经这样了 那也宁可往那边跑 谁笨西部班呢 再笨的私人企业 也不会往那儿跑啊 那你说大国企 大国企早就都复局完了 谁还往那儿跑啊 所以说这不知道 就这么一个简陋的谣言 并然就变成了一个 好家伙 三人富裕的一个国家级的 一个新闻 有很多人还都批